接着有请在去年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大奖 最佳浩热天气下职安建计划的得障机构 为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和心得 首先有请各行各业金奖得主 香港印钞有限公司代表 盧俊熙先生有请盧先生 各位好,我叫Ch No 是香港印钞有限公司的管理代表 很荣幸我们公司在今年的比赛里 获得主办当局和评审委员会的认同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简报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香港印钞在预防中暑的工作 麻烦可以去片 各位好,我叫Ch No 是香港印钞有限公司的管理代表 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嫌热天气工作安全及健康管理计划》 我们香港印钞的《嫌热天气工作安全及健康管理计划》 是根据劳工署以及职安局发出的工作守则和安全指引来制定的 为确保安全管理计划得以确实实行 香港印钞的最高管理层会积极参与其中 包括制定政策以及在各种会议中作出指示和监督进度 我们香港印钞会根据劳工署的指引 为任何资格的人士制定预防中暑工作守则 以及为有潜在以伤害的工作进行以压力风险评估 评估报告会上载至公司来联网 另外,我们会为每一单的外配工程进行独立的以压力风险评估 在工作安排在较清凉的事段或环境之下进行 如果无法避免要在酷结环境下工作 必须要按酷结程度限制工作时数 以及执行相应的安全措施 我们会按照风险评估报告的建议 为工人提供合适的机械辅助设备 以减少工人的体力负担,从而避免中暑 另外,我们会按照风险评估报告的建议 为工人提供合适的通风设备 例如固定或流动式风扇、蒸发式冷风机、风扇背心、挂腰风扇 如果工作环境许可,我们甚至会提供流动冷气 如果无法避免要工人在炎异天气之下进行户外工作 我们会为工人提供适当的遮饮设施 我们在公司多个位置设置足够数量的饮水机 员工、承办商工人或访客随时可以获得清凉的饮用水 为确保每个工人能够随时补充水份 每位员工在入职时都会获发一个水平 除了五线时间之外 我们的工人在上下五分别会获发15分钟的休息时间 他们可以在有空调的地方进行休息 公司也会免费提供各类非酒精的清凉饮品 当采取了以上的措施之后 仍然有正如的热伤害风险的时候 公司会按照风险评估 为员工提供清凉装备 包括各类的透气衣物以及降温用品 当为员工安排降温用品的时候 我们会评估这些用品和相关工序的兼容性 以避免产生危害 例如,如果员工使用电动或者转动工具的时候 我们就会避免提供清凉装这一类 需要濕润或者容易被卷入机器的清凉用品 为了令员工具备预防热伤害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有为员工提供安全培训和工作指引 每当新闻报道有关热伤害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会透过逼步版和安全委员会和员工分享事件 并且进行原因分析和讲解预防方法 我们会委任合资格的人士定期进行安全巡查 当发现我们的员工或者承办商的安全表现 未符合公司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会要求相关部门立即进行跟进 所有在安全巡查的时候发现的不符合事项 会被统计和检讨 并且容易制定下一年的安全计划 此外我们会定期透过安全联络会议 去主动了解承办商的安全措施和他们的安全管理成效 并且和承办商分享相关的知识 香港印钞为了提升预防热伤害措施的成效 我们就举办了以下三项的改善计划 第一,我们会定期举办安全知识分享工作方 员工可以在分享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 例如,在2021年7月的分享会上 有同事建议引入挂腰风扇 谈安全部风险评估之后 公司置立了这位员工的意见 为了增强同事在发生热伤害的时候的应对能力 香港印钞在2022年的初夏 举办了一次中暑救援演习 在演习之中,同时复杂了中暑事故的救援程序 并且在演习之中发掘到需要改进的地方 虽然香港印钞的工厂似有空调系统 但为免因疏忽造成热伤害事故 我们每年都会对工厂进行温度调查 并且根据测量结果,绘制温度分布图 我们会将这个分布图上载至公司的内联网给员工参业 最后,我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能够协助业界提升炎热天气之下的工作安全 我仅代表香港印钞有限公司 感谢啦!